大家好,為大家介紹一款200... 2018年最新款的手機望遠鏡 它是有雷射跟燈光功能的 另外還有加上指南針 那我們來做開箱 這個是擦拭布 這個是... 我們配送的... 三角架 然後是屬於比較... 高質感的鋁質三角架 然後呢...這個是... 手機夾 手機夾的部分 手機夾可以... 轉鬆之後呢 依照你的手機需要的大小 調整它的寬度 然後...調整好之後呢 鎖起來就固定 這邊就是套望遠鏡的 這是望遠鏡的本體 反正有附贈一個皮套 我們把望遠鏡取出來 皮套裡面做這個皮套 然後這個皮套呢 它可以記在腰帶 記在腰帶這邊 望遠鏡的主體部分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主體 主體2018年新款的呢 它有做了一些加強 第一 這邊底下是... 腳架孔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防... 防護蓋 那防護蓋 平常可以保護... 腳架孔 這邊是...鎖腳架的 然後... 平常不用的時候呢 防護蓋可以把它... 鎖起來 也是一個腳架孔的螺絲的防護蓋 塑膠的 鎖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 拿著... 套在手上的時候 你可以防掉... 防掉落 望遠鏡拿的時候 手持的時候可以防掉落 這個是... 還不錯的設計 然後... 另外一點呢 我們這一款的特性呢 它是... 有... 紅外線的 這裡... 這裡裡面有一支紅外線的燈 跟LED燈光 然後... 如果沒有電池的時候 替換的時候可以把... 這一支單獨抽出來 更換電池 這裡是調教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倍數是12倍 12乘50 50是它的那個... 它那個... 這叫什麼... 這叫... 遠鏡 這直徑 對對對 然後... 這也是12乘50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看一下 它激光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紅燈 激光的部分就像這樣子 這就是激光 它可以照很遠喔 這個激光可以照很遠 非常遠 然後這個... 千萬不要對著眼睛 另外這個按鈕是... LED 手電筒的功能 它也可以當手電筒用 現在就是... 很亮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會發現手電筒 亮度... 亮 但是它在夜晚的時候 它是有手電筒功能的 蓋子打開 這是保護套 保護蓋 這邊可以調整焦距 這邊... 也可以調整焦距 然後這邊... 這邊這一個呢 是... 假設說你今天如果是有戴眼鏡的 你可以把這個... 往外旋 讓我們的眼睛 貼著這個的時候呢 不會去碰到... 裡面的晶片 這個是在... 也是防... 防護的... 一個...功能作用 然後呢 它如果跟手機組合的時候 這個... 就是... 手機架就是直接套到這裡 那我們的手機就是像這樣子 後面... 正常來講 這部分我們裝的時候 是先... 會先固定手機的部分 固定... 你固定手機的部分的話 就是先... 先把你手機... 夾在固定的位置 你要固定的位置 然後呢... 這一個孔 就要對手機的相機孔 好 你是在中間就對中間 在...在上面就對上面 這邊是活動式的 好 那你的相機孔在上面的話 你就是對上面 夾緊之後鎖起來 這邊兩邊要壓緊之後再鎖起來 那鎖起來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樣貌 接下來把那個望遠鏡套上去之後呢 手機直接開相機的功能 手機直接開相機的功能 它這邊就是... 會有那個... 出現影像 望遠鏡的影像 那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照射的距離很近 很近了 所以其實... 基本上看不出來 是什麼 因為它會把很近的東西 投射到... 很放大 大概是講解一下大部分 它的... 大部分功能就是螢尺 那這款望遠鏡 質量跟品質 跟它的設計感 都很好 好... 那這個手機架收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往上擠 然後這邊就給它稍微鎖一下 這邊收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好... 這款... 望遠鏡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 已經降低了 好的... 謝謝